昨天有一个女网友深情的对我说 说红鹤 你太不感受我们网友的感受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一个收音的机器 你就坐在这里 你是自然了 你是脱口秀了 但是我们听到那些风的声音和那些鸟叫声 特别的刺耳 你能不能感受一下我的感受呢 我今天可以淡然的微笑着 对所有这样问题的人说一声 我不能感受你 因为我在活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由我来买单 我今天做了一个大自然的晚宴 这个成本是由我来买单的 我的人生是由我来付出 由我来买单的 你根本走入不到我的生活 感受不到我的感觉 你不感觉我的感觉 你不尊重我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尊重你感受你呢 你是上帝吗 所以消费者不是上帝 上帝也没有跟我们这些平民 真的什么显现 所以我们都在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只要我们顶着天 不触犯法律 剿菜的地 中间有良心 不委为的道德 我认为我这种生活就很随意和安详 难道不是吗 说我考虑了你的感受 你是给我点赞了 还是分享了 还是夸我一句 你不是还在指指点点吗 说你这如何指如何吗 好的我有自己的专栏 我拍了1500条短视频 其中只有三条是收费的 一个是9块9 一个是5块9 一个是2块9 你想想三条占了我1500条的多数 那就相当于99.999%全是免费的 那么我的专栏你为什么不听呢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 你想照多少钱来按照你们的感受来定制 我红核一定奉陪的 这不就是这样的吗 当你指到别人所要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想着想着自己 宽容一下别人才是世界的爱 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宽容 因为只有你宽容 你才能拥抱 你抓得死死的所要 那除了空气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呢 所以不要对红核指指点点了 红核当没有一个粉丝的时候 都是被石头 慢骂着攻击着 走到了今天有20万的粉丝 红核还在于这个吗 红核每天像一个苦孩子 傻货一样奔跑着 拍了1500条的短视频 不如人家跳一次哭起哭起 人家一下就能来1000万的粉丝 同样是做什么呀 做毛毛毛的 人家叫教父 一周时间吸了什么 吸了100万的粉丝 抖音上不到20天 吸了1300万粉丝 人家呢 人家讲的是情商 我既不会情商 又不会哭起哭起 又不会来嘛 我只会傻傻的给大家分享 傻傻的过我想要过的日子 傻傻的感受着我的感受 我没有违背着你们的道德 没有违背着你们的良心 也没有强加的忽悠你们 来吧 我是个教授 我是个老师 我是个专家 我红鹤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农村苦逼的大学生 老爸老妈都是老师 上岗了就被人家挤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人没办法来到了北上广 从03年到什么1815年的时间 才能够有这样的资质 有这样的心情 有这样的条件坐在这儿 给你们叨咕叨咕感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难道我有罪吗 我是红鹤 喜欢我的自然喜欢我不喜欢我的 我也不想公拜上帝 谢谢